然而太后已然年老体衰 生命已无几年 此时服了这粒药 等若是体内残存的那些生息 都在逐渐地被药物拔出体外 加快了死亡的路程 生息渐暗渐残 苍老的身体根本无法承担 已经到了被弱的极点 范贤有大忌惮 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太后用毒 而这粒肺界留下的药物并不是毒药 不论是世上任何一位名医来诊断 都查不出任何蹊跷 太后此时已经无力说话了 紧接着她会感觉到 自己身体的负担越来越重 便是想抬起手臂也无法做到 除非世上再出现一位大宗师 强行用精纯至极的真气 助她反光回照刹那 太后只能很凄惨地 成为一个口不能言 手不能动的废人 然后慢慢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不是范贤心狠 不是范贤报复的欲望 像野火一样焚烧了她的理性 而是在当前的情况下 在范贤的大隐忧下 她只能用这样的手段 来保证当前的安全 以及以后的安全 当前叛军为成 太后可以当神主排若一若叛军的攻势 以后的安全又指的是什么呢 太后并不知道 自己吃的那粒药蕴含着何等样的阴险与狠毒 只以为是丽雅药 可依然愿毒地看着范贤 范贤没有去迎接太后暗淡愤怒的眼光 而是将冷漠的目光 投向高高皇城之下的那两方势力 她认真的看着二皇子身边的叶仲 看着那个又矮又壮的将领 眼瞳里闪耀着一样的光芒 似乎在不停地琢磨着什么 定州军献服未入京 一力只有数千军队 但今日叶仲和二皇子 竟是领着足足上万人入了京都 看来也是早有准备 只是没有在叛军的队伍中 发现红城的身影 这让范贤感到了一丝宽慰 远远看着 叛军的首领们似乎在争吵着什么 太子却一直在沉默 用那双忧愁的眼睛 注视着皇城之上的动静 心里记挂着母亲与祖母的安危 心底将范贤大皇子 还有胡叔那一批老臣狠狠地咒骂着 范贤忽然眼睛一眯 见叛军将领们已经停了商议 马提升逐渐响了起来 秦夜两家各自分兵一数 向着两翼的方向压了过去 他豁然回头看了不远处的大皇子一眼 大皇子对他点了点头 事宜早有准备 他才放下心来 看来叛军的主攻方向 除了皇城正门外 还是选择了太平方那处 那处的攻墙要稍矮一些 而且是太监宫女杂居之处 门禁向来不言 大皇子早已预判到了这点 调了重兵前去把守 还将自己从蒸西军中培养起来的中心将领掉了十之七八过去 只是小聪明 只是拖时间 依然没有抓到那个顿去的 可以改变大势的一呀 范贤的脑子 忽然再一次开始放空 双眼望着城下密密麻麻的叛军人群 却像是望透了他们的存在 望向了更远的地方 望向了过往 望向了自己一心期待出现 而从未出现的那些变数 三万对数千 即便皇宫城墙再高 即便叛军受押不敢放箭 可就算拿人来填 也要把皇宫外的护城河填满 填成一个人梯 登到高处 将皇宫里的一切毁掉 看着叛军后方忙碌的安排 看着那一架 架工程云梯渐高耸 范贤的眼瞳微缩 心底感到一丝寒意 内裤三大方 中丙方出产的三节云梯 也终于搬了过来 工程战终于要开始了 这些军械都是内裤生产的 身为内裤大头目的范贤不由 感到了一丝荒谬 自己生产的东西 却要来攻打自己 而自己还找不到 任何应付的方法 他的心跳开始加速 他的头皮有些发麻 眉头皱得挤紧 忽而重重地呼吸了几口气 感觉到呼吸出了些问题 胸口一闷 靠着青石砖气城的剑口 缓缓地蹲了下去 皇城之上 众人心中一惊 都往他这个方向赶了过来 大战在即 如果主帅之一的范贤 忽然身体出了问题 对于进军的士气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三皇子离他近 惶恐地扶住他的左臂 喊道 先生 怎么了 没有等更多的人围拢到自己的身边 范贤埋着头举起了右臂 用疲惫的声音说道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想些问题 你们去准备 不要管我 众人闻言 根本无法放心下来 但看他固执 而且 此时叛军已经开始准备攻势 只有各自领命而去 奔至自己防守的区域 大皇子站在率位的位置上 远远看了他一眼 看着先前还煞气十足的范贤 此时竟如此无助地蹲在了城墙之下 不由感到心头一按 胡大学士 麻烦你拖些时间 范贤低着头轻声说了一句 胡大学士关切地望了他一眼 叹了口气 走到了城墙边 高声开口 三皇子着急地守在他的身旁 不知道范贤此时究竟是怎样了 此时的范贤 干脆一屁股坐到了皇城墙下 将头深深地埋在双腿之间 无比困难地呼吸着 看上去十分可怜 就像是雨夜里无家可归的那只猫 耳边隐隐传来胡大学士正气凛然的说辞 似乎他正在与太子殿下进行最后的交流 但这些话语虽然飘进了范贤的耳朵 他却没有能够听清楚一个字 只是他对胡大学士有信心 既然是拖时间 总要拖上一阵子 而范贤此时面临的问题 是头脑之中的那一片混乱 从大东山归京后 他一步一步坐着 与长公主的交锋互有胜负 然则即便被困皇城之使 他依然满怀信心 因为很多事件的细节 给了他一个隐隐约约的提示 长公主与太子的谋判 早就被陈平平计算清楚 既然如此 当事态进行到最后的时刻 总有翻盘的机会 正如凌晨时他想的那样 总有人会踩着五彩的祥云来打救自己 然而此刻朝云已散 红光不在 打救自己的人又在哪里呢 中拘 不 没有把那件事情想清楚 范贤绝对不会动用这个底牌 事情有问题 范贤紧紧闭着双眼 一面咳嗽着 一面快速地转动着脑袋 但却始终没有抓到在脑中如飞红一世的那个要点 心神耗损太多 精神耗损太多 范贤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了 他缓缓睁开双眼 眼睛里竟全部是一片血红之色 被烟小已伤后 一直支撑入京 强行突攻 于皇城之上笑谈无忌 实则已经将他的精力耗损到了顶点 只是依靠着三处秘致的麻黄丸 强行刺 积着自己的心神 范贤沉重地呼吸了几声 用有些颤抖的手 从怀中取出两粒味道充笔的麻黄丸 送到唇中 胡乱嚼了两下 吞下腹中 明知道这药物对身体有极大的损害 可是当此危局 即便饮阵止渴 也只有甘之若疑 李承平虽然不知道 老是吃的是什么 但一直关切在旁的他 已经猜到范贤的身体 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那刻 血红的双眼 代表着极为不祥的预兆 不由紧张而难过地 握紧了范贤哥 在膝上的双手 药物见效极快 范贤的胸口舒畅许多 似乎每一次呼吸静体内的空气 都比往日里要多上数倍 咳嗽自然也缓了下来 只是眼中的血丝更加密集 与他略微憔悴然 英气十足的面旁一叫 看上去有一种 令人心悸的魅感 啪的一声 积坐余地的范贤 忽然将手从李承平的 那双小手中抽了出来 如闪电一般探向左路 握住了那双套 在嘉金宫旅里的老腹小脚 范贤没有转头去望 只是冷漠说道 在宫里的时候不敢自尽 这时候却想以一死来刺 击太子猛攻 当他如闪电般探手时 那双公驴小脚正试图悄悄地点起 带动主人疲弱的身躯 投向皇城下坚硬的大地 李承平惊恐万分地看着这一幕 看着太后在跳成自杀的前一刻 被范贤硬生生地按住了脚 太后服用了药物 已经游禁灯窟 范贤重伤未遇 强行提供 也以快游进灯窟 然而这两个都到了末路的祖孙间 却依然回荡着一股你死我活的戾气 一个人要死总是很简单的 太后冷漠而怨毒地望着范贤的侧脸 看着他眼帘中渗出的那抹一红 心底竟是渐渐感觉到了快意 妖女和妖女的儿子 纵使在如何强大 终究还是不容于这个世间 这是命运早就注定了的事情 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范贤在说出那句话后 却令人意外地陷入了沉默之中 他双眼放空望着前方 渐渐皱起了眉头 眼光渐渐亮了起来 就正如先前一刻看着夜中时 眼光的那抹亮色 似乎他终于想清楚了某件事情 拿定了某个主意 便在此时 胡大学士与太子的谈判也已经破裂 叛军们累起了战骨 开始了第一次攻城之战 而远在左后方的太平方地带 已经是响起了震天响的喊沙之声 战骨咚咚响起 虽无剑雨来袭 却有流史自天上掠过 带着呼啸的声音 无数叛军推着云梯与油布覆盖的大车 奋勇冒着巨弩和零星的剑雨 顶着自成头落下的油火石块 冲了过来 一瞬间 皇城之下竟是惨呼之声 血流之井 火烧之痛 朝阳早已升上了斜斜的天空 无情地注视着沁国京都 在十余年后的又一次流血 范贤缓缓地站起身来 无情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没有去看身旁的太后 却对身旁的太后说道 我想明白了很多东西 是的 当她按住太后的小脚时 不自禁地想到了丹州的祖母 想到了祖母对她一直历生吩咐的那句话 我们范家不需要站队 因为我们永远是站在陛下的这边 这是什么 这是对皇帝的信心 在这一瞬间 范贤的眼前闪过了无数的画面 如飞银一般地划过 一闪一闪 提醒了她许多事情 坚定了她渐渐得出的判断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